大家好,我是VoDeebo 我覺得我們的拍攝是兩者技術和惠美 技術是當天我們會舉辦事情的機會 記錄當天發生的情感、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責任是令事情可以順暢 可以疏清他們的分禮 讓他們有更好的環境 去尋釀一個更好的情形 更加流暢地表達他們自己的情緒 第二個維尾就是 這個就是變回在我們身上 就是主觀的 就是我們覺得什麼為之美 用我們的神器官 去將那天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幾實風格的攝影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客人享受當天的拍攝過程 他們可以享受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的感情流露出來 這些作品才會有溫度 而且會有10年後再翻看 都會有一個很溫度的感覺 這些就是我們想帶人的眼 一顆作品裡的有利的元素 我覺得結婚最重要就是 投入整件事 就像你所說的 除了維尾 我們本身都會用一些氣氛 令到新人更加容易進入整個結婚日 我們都拍過很多次 所以我們當中都會有些默契 例如一個眼神 閃一閃的B同行 那就已經OK了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令到新人投入整件事 開心 我覺得團隊最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有人可以幫到你 其實跟一個人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一定要一個人要很多東西 自己要顧著 你一個人的主力 你集中的可以觀察到的 全部東西都是有限的 但是有一個團隊 不可以發揮不同的優點 不可以互相學習 我覺得這是團隊的好處 大家不同的優點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 是跟新人享受他們每一個時刻 無論由前期後期 我們可以做好我們的拍攝 前期跟新人的溝通 後期跟新人一起去review 經常當日那件事 當我們去做好每件事的時候 我們去享受每一個時刻 去享受每一個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我相信一對新人都會很感受到 我們是有心去一起跟他們 令到這件事更加開心 更加享受去做 喂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好… 辛苦了 去